小人 这么晚你还要烧火干嘛 肚子饿了 肚子饿了 晚上没吃饱是不是 对呀 今天晚上做点宵夜吃 我准备拿爸爸来烤我就吃了 我想吃煎的香点 一两只煎的 用油煎的很香的 那我也要吃烤的 那你烤两个我煎两个嘛 好的 现在我先把这个 柴火先烧了 一下有那个烧红 就才可以烤 现在还不可以烤了 现在有盐 老龙想吃煎的 我要吃烤了 做两种的 看哪种香啊 可能是我的香啊 拿点三茶油 现在要把锅里面的水烧干些 还有水 现在把锅里面加点点油 有很多朋友收到爸爸不知道怎么吃 嗯 这个爸爸的话 这个因为是纯糯米做的嘛 哦 他只可以拿油来煎 或者是 平时我们用炒菜的那种锅啊 放点油在里面 然后就把爸爸放在里面 小火慢慢的这样子翻动把它煎煎煎 这样子吃的很香 或者有火的话可以拿火来慢慢的烤 但是这个爸爸不可以蒸 因为我们这个是纯糯米做的 不像你们在外面买的那种 爸爸 我们这个是纯糯米做的 如果他一蒸的话 他就融化了 像我们打蚩巴的那种形状 现在油已经加在里面了 我就来慢慢的煎两个 现在把它放到上面来 我吃一个红一个白色的 好的 你也吃 你烤的 你吃一个红色一个白色 嗯 我就用它来烤 现在火不能太大了 现在要小火慢慢的 要不拿点火出来 烤我的了 这个火好好啊 现在我就要拿这个 家里面的老古董 芭芭架 这是专门拿烤芭芭的 芭芭的 然后我就把这种 芭芭放在上面来 慢慢的烤 可以了 你帮我看这个我两个吃吧 翻一下 你来翻你的 我帮我的 如果好吃 我分一个给你吃嘛 我吃不了那么多 这个它又不粘锅 这个只能慢慢的把它煎的 这个巴巴的话 要小小火慢慢的煎 都马上要熟了 你看 哇 都差不多可以吃了 然后这个锅煎的话 小火慢慢煎 它是不会粘锅的 这种 这种 我们这种是纯糯米的 你看 香噴噴的 香气就出来 可以 你的这两个可以吃了 我吃一个 你吃一个好不好 我不要 我要吃这个 这个香 如果你想吃焦一点的话 你还可以 我把它烤一下下 这个熟了 这个白色熟了 这个也熟了 两个都熟了 不用太黄吧 不用 可以的 不大两分钟 这个巴巴就煎好了 只要熟就行 它炸的 软了 熟了就可以了 可以了 本来就熟 就是它要让它 软一点 就好吃 现在就看我的了 我的也软了 看 很快的 我喜欢把它烤成这样熟的那种 特别香 又活 这样慢慢烤 也有种香味 对啊 你看 已经慢慢的鼓起来了 我的烤得很好咯 我想吃啊 吃啊 都熟了 我现在尝一下 我的这个 红色的些 那个白的 我也把它 撒起来 有点烫 嗯 特别的香 嗯 特别的香 特别的香 嗯 特别的香 弄弄的 很好吃 特别的香 很好吃 我弄点菜 你带过来搞月宵 不要 我就吃八八就可以了 那我也吃了 我干你的口水都流了 快点快点 很好吃啊